当今时代,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,就连业余时间都与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水电站的修建和管理。 让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十大水电站有哪些,而哪个国家又是有最多水电站的呢? 第十,美国大古力水坝,装机容量649.4万千瓦,年发电量228亿千瓦时,大古力水坝,位于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上的重力坝,主要功能为进行水力发电并实施灌溉,是美国最大的电力设施,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结构之一。 始建于1933年,到1951年完成装机容量197.4万千瓦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。 1967年开始扩建,1979年完工,装机总容量达649.4万千瓦,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。 第九,拉格朗德二级水电站,装机容量732.6万千瓦,年发电量358亿千瓦时, 拉格朗德二级水电站,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詹姆斯湾边远地区,在拉格朗德河上,是加拿大最大的水电站。 第一期装机16台,单机容量33.3万千瓦,装机总容量532.8万千瓦,年发电量358亿千瓦时。 第二期六台装机总容量199.8万千瓦,年发电量22亿千瓦时。 第一期工程于1973年5月开工,1979年10月开始发电,1982年16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。 第二期工程于1987年夏季动工,1991年10月投产发电。 第八,中国向加坝水电站,装机容量775万千瓦,年发电量307.47亿千瓦时,向加坝水电站,位于中国四川省宜宾市和云南省水富市交界。 该水电站是金沙江水电基地25座水电站中唯一兼顾灌溉功能的超级大坝,总库容约51亿立方米。 该电站工程于2006年11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,2012年11月5日首台机组投产,2014年全面投产。 第七,巴西图库鲁伊水电站,装机容量837万千瓦,年发电量228亿千瓦时,图库鲁伊水电站,是巴西境内最大的水电站。 位于巴西北部托坎廷斯河上,水库总库容458亿立方米,1975年开工,1984年首批机组发电,1988年完工,272006年完工。 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扩容,扩容将增加200到250万千瓦。 第六,委内瑞拉古里水电站,装机容量106万千瓦,年发电量511千瓦时,古里水电站,位于委内瑞拉的卡罗尼河上,横跨奥里诺科河之流卡罗尼河。 古里水电站坝体长7426米,高162米,蓄水形成古里水库,水库面积为4250平方千米,整个工程分两期建设,在1986年全部竣工。 历时22年,其总装机容量约106万千瓦,年发电量约511千瓦时,为委内瑞拉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二。 第五,中国乌冬德水电站,装机容量1020万千瓦,年发电量389.1亿千瓦时,乌冬德水电站,位于中国的金沙江上,工程投资为1000亿元人民币。 该项目于2012年正式开工建设,2020年6月,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。 电站共安装了12台单机容量为8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,是目前世界上已投产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。 乌冬德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和兼顾防洪、航运等任务。 第四,中国乌冬德水电站,装机容量1386万千瓦,年发电量571.2亿千瓦。 乌冬德水电站,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上,该水电站2014年正式完工,是金沙江下游四个巨型水电站中最大的一个。 装机容量与目前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太普相当,相当于三个半个州霸,是中国第三大水电站。 其工程静态投资459.28亿元,总投资792.34亿元。 西洛度水电站可将下游沿江城市的防洪标准,由不到20年一遇提高至百年一遇。 第三,巴西巴拉圭伊太普水电站,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,年发电量900亿千瓦。 伊太普水电站,位于巴西和巴拉圭两国边境的巴拉纳河上,有两国共同修建,产能也是两国平分。 该水电站1984年开始建设,2003年完工,年发电量900亿千瓦小时。 在2013年,呆发电厂发电产生创纪录的98.6TWH,供应了巴拉圭的电力消耗的75%和巴西的电力消耗的17%。 第二,中国白鹤滩水电站,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,年发电量624.43亿千瓦时。 白鹤滩水电站,位于中国的金沙江上,这是一个在建的水电站。 电站于2013年主体工程正式开工,2018年首批机组发电,预计2022年完工。 建成后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,年发电量可达624.43亿千瓦时。 电站建成后,将仅次于三峡水电站,成为中国第二大水电站。 第一,中国三峡水电站,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,年发电量1000万千瓦时,不仅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水电站,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。 三峡水电站于1994年开始动工,2009年全部完工。 它总共安装了3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电机组。 据报道,三峡水电站在2020年累计生产1118亿千瓦时,打破了此前南美洲伊太普水电站于2016年创造并保持的 1030.98亿千瓦时的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的世界记录。 而现在还有一个水电站即将完工,规模或超中国三峡大坝,发电量可高达3000亿度。 非洲在钢果河,也建设起了超大型水利水电工程,英家水电站,又称英家水坝,英家大型水电枢纽。 它是位于钢果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,建设在钢果河上的25000米河段中,水位落差达100米,设计总装机容量44000MW。 工程建设共分6期,其中英家水电站127项目共14台发电机组,总装机容量近18000MW。 三期工程于2015年就已开始建设,预计2022到23年建成发电。 值得注意的是英家水电站,全部建成后将超过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的三峡工程,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之一。 建设如此超大水电工程,非洲得利于得天独厚的钢果河。 钢果河流全长4320千米,单只流域面积达370万平方千米。 流域面积和流量均仅次于亚马逊河。 居世界第二位,钢果河水能资源丰富,估计运藏量约为1.32亿千瓦。 占世界总运藏量的六分之一,位于钢果河下游的英家瀑布。 在14.5公里的范围内,河床总落差96米,是世界水量最大的瀑布。 英家水电站就是建设在这一河段的主要水电枢纽。 英家水电站三期若竣工的话,发电量将超三峡大坝。 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就要变成英家水电站了。